不远处传来一声惨叫 明桥和宁凤青同时看了彩虹所在的方向 他此时已经折服在地上 微微抽搐 先任务起奏 宿主要不顾一切皮肉制度 保护好金大腿 王爷啊 老船带你不薄 你可一定要保老船一命啊 带他不薄 吃他的用他的穿他的 他给他贡献什么了 王妃 那里有一片小树林 我们进去 明桥和宁凤青到了树林深处 漆黑的几乎看不到手指 王爷 你的武功打到遍体鳞伤 能不能一挑百啊 不能 希望咱们福大命大 能好好地活下去吧 林中突然袭来了一阵狂风 树叶满天飞舞 扑打在明桥的脸上特别地疼 明桥觉得自己的身子 就要被飘起来了 他却扯了宁凤青一把 只听到他悠然地叹气说道 王妃 以后多吃点 就不会被风吹走了 这分明就不是风啊 在他快要抓不住时 宁凤青反握了他一把 这种力量对于明桥来说 别提有多强大了 今日有幸遇见宁王殿下 请赐教 本王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赐教 只知道你我只能活一 一抹光亮摸过自己的眼睛 那是宁凤青的银丝线 可他也没有看清他在做什么 就听到那脚步声靠近时 他手中的银丝线收了回来 不好 是求性症 宁王不愧是宁国第一人 明桥感觉到危险的逼近时 用手一挡 可他没有内人的力道强 被驿长打在了胸口 身子一腾 感觉自己又飞到九霄云外了 宁王 效我们的命 我要美人了 美人当然要 你们的命 本王自然也要 明桥呼叫戏头 你还不赶紧救救老子 宁凤青和那个女人还在愉快地交流 只怕已经不知道都飞上天了 在他即将要落进湖中时 身子猛然被一股温暖包围 他猛然抓住了抱着他的宁凤青 正在他花痴之际 扑通一声 两人一起落入了水中 他冒出水面时 正看到宁凤青一个拳头砸了过来 你 我 西桶 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这是想要打我呀 快点说 我到底是哪里惹到他了 宋主 你差点就抓到了人家的命根子了 不然宁王都可以带着你飞走 不至于落到水里 真是可爱 不小心碰到都不行 这要是把他给睡了 自己可能渣都没有了 王爷 老生如果是哪里冒犯到你了 请你见谅 老生现在这般貌美如花 其实王爷也不要觉得自己多委屈 年龄只是个摆设 长得好看就是好看呀 老太婆 本王以后 不想再看到你这副模样 你还是老面相好 为什么 因为比本王好看 迎起本王的不适了 老生谨记王爷警告 这老妖婆 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看的话 我就把这个女人 给踢出王府去 西桶检测到宁王的心思 莫名其妙的觉得 这个宁王是多奇葩 居然还嫌弃他们家宿主好看 越是位高权重的人 就越怕红颜祸水 难道我不应该给宿主原本的美貌 带本王上岸 宁冯卿一坐下来 直接跟他回拳头 宁乔闪之不及 下意识的挡住 然后一巴掌的给拍过去 他要拼了 可以呀 这老太婆 现在还敢打他了 宁冯卿 有本事你别有内力 老子不作死你 两人的拳头都恨不得杂花对方的脸 彼此的心里都在阴暗的想 杂坏对方的皮囊 以后谁都是丑八官 宁冯卿 你这个小人 老太婆 你别太过分了 王爷 你总是老太婆老太婆的叫我 你看看 你居然对一个老太婆起了那么大的反应 宁冯卿盯着他 平生真的没有出过这么离谱的事 都怪这个老太婆 他会魅术 刚刚自己肯定是因为集中精力想要揍死他 才会让他的魅术有机可乘 才会有了如此反应 我 我 我该 在他倒下去之前 并没有得到宁冯卿的伸手一垫 他摔得脑袋更加痛 所以直接不省人事 在幽静的夜里 只听见宁冯卿一声轻轻的叹息声 他把明桥给扶了起来 食指相扣 一股暖流灌入他的身体 宁冯卿额头上的汗水 从额头上一滴又一滴的落下 治疗完明桥以后 他扶起他便要离开 宁冯 这美人还是本少来报吧 你双腿残疾 不方便 宁冯犹如鬼魅的窜到了宁冯卿身边 一个老太婆能变成绝色美人 本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趣的事 这个老太婆我要带回去研究研究 给我 这是本王的王妃 给你不是丢了男人的面子 本王先把她送回王府 你来王府偷吧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看你宝贝她 第一次看到宁冯卿拒绝给她女人 怎么能让她不多想 该不会是万年铁树又开花的时候吧 这个老太婆若是出了事 本王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灵中的尸体 还请灵少处理一下 你居然布置了求星阵 求了一百二十名鬼魂 宁王啊宁王 你真狠啊 此阵会有反噬的后果 因为是临时布阵 所用的内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灵少畏惧着一百多女子的尸体吗 本王连男人的尸体都收过 不计其数 凤五楼是侯爷的 还是萧家的 李当都不是 应该有可能是李希月的 李小姐 就李希月那样的女人 还有胆子弄一个青楼 侯爷就这么一个女儿 就怎么可能会是平凡之辈 人家也不平凡好不好 好歹是宁国第一美人呢 灵少不觉得 宁国的第一美人 宁当时在我手上吗 灵少的嘴角一抽 听到宁风轻夸一个女人 她真的有些不习惯了 如果她真的是李希月所养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斩草除根 上次灭了侯爷的那一堆女人 她现在恨不得将我大喜八快 这次的锅 我可就不背了 本王会想好一个对策 让锅自己往灵少身上爬 开死的宁风轻啊 她就没有见过这么贱的男人 光明正大的要阴他也就算了 但是他还不能做点什么 为自己结点委屈 他多想像明桥一样 一拳一拳地把他打一顿 本王就这样带着他回去 似乎有些不妥 还请灵少高抬贵手 帮我们一马 刚刚不是很厉害吗 瞧你现在这种求人的模样 真是我见游联呢 灵少窜到了他面前 往他身上点了穴道 先把他放下来 你的身体前几天有过不适 你居然还敢不求心震 还给这个老太婆多了内力 本少觉得 你是不要命了呀 目光又看在明桥的脸上 他对这个女人也十分好奇 灵少 我要听着他看待久 以免中毒 他懂宁风轻的意思 怕他看上明桥 宁风轻这个王八蛋 怎么把他想成那么随便的人 他还有用 明日本王便会知道 风五楼是侯爷府的 还是萧家的 唉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查 没必要一口吃生一个胖子 他的手握住宁风轻的手腕 内力缓缓的度入 宁风轻救明桥 他又救宁风轻 这看起来真像是一种三角关系 慢慢查 也不一定查出来 这个老太婆 可以节省本王的时间来查很多事情 本王现在养着他 可不是养着玩的 宁风轻不想多说什么 他把明桥又抱了起来 本王先回去了 明天本王会和你联系 明日呀 再看看吧 本少今晚去凤五楼抱个美人 可能起不了那么早呢 明少上次的红春楼 也睡了个没人 结果把人家进楼都睡没了 本王希望你这次和上次一样 能够继续这么霸气 明少冷哼了一声 摆摆手 让他赶紧滚 明桥会醒来 是因为勺药第二天一早来敲门的 主子 王爷让你离开王府前 去找他一趟 为什么不是他来找老参 少妖尴尬一笑 这让他怎么回答呢 人家是王爷 尊贵之躯 让你去找他 谁敢问啊 明桥洗刷刷完了后 就去找了宁风轻 王妃 有人举报你 昨天爬枪出去了 这大猪蹄子是什么意思 来个秋后算账 报昨天打他的筹码 王爷 老参这身体 能爬宁王府的哪一面墙啊 再说了 老参昨天未回房之前 还和王爷同床共枕呢 你怎么还听信小人直言了 何叔的茶壶直接砰的一声碎了 就如同他的心一样四分五裂 何叔 你怎么了 你这个老妖婆 就欺负我们家王爷腿脚不变 对他做出了那样的事情 何叔 你怎么说话的 我是王妃 睡王爷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明风轻无言以对 他没有回音 更加让何叔的心沉到了谷底 何叔啊 你别这么伤心嘛 王妃 你别总是扭念事实 你要碰本王 私质还不够 爷 那就是你还没失神 当然没有 你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找我说这个爬墙的事情吗 自然是 天哪 谁来救救他 谁来收拾他这个小人 昨天他出去干嘛了 他不知道吗 明风轻用敏锐的眼光警告他 千万别动手 这里是宁王府 小心他把他给扔出去 请问 是谁看到老身从外面回来了 证人在哪 李小姐 昨晚李小姐就来告诉我了 我去了那片草地捡到了绳子 明桥看到何叔扔上来的那块绳子 眼神变得深沉无神 这哪里是李小姐举报他呀 分明是眼前这个糟老头子 行吧 让他碰到了算老身倒霉 老身昨天不过是去了一趟青楼 何叔的嘴巴直接成了欧形 净 青楼 王妃去青楼 何叔 你不用这么的视死如归 老身去青楼不是去嫖 也不是青楼的老宝 只不过有事情去了吧 让人去通知萧妍 等会儿来府上做客 爷 怎么和萧嫁的人扯上关系了 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你无需说太多 我自然有我的分寸 王爷 皇后娘娘今天也会来吗 不出意外的话 会的 王妃 你该出门祈福了 王爷 老身觉得做坏人 也不要做得理所当然 祈福是你自己说要去的 本王从头到尾 都没有要求你这么做 你若是还没有信心 本王给你一个早饭的时间 让你吃完早饭再走 王爷 借勺药给老身用一个时辰 嗯 王爷明知道今天有诈 还让老身去冒险 你不救我 我也只有自救了 老身会让勺药上马车 到时候王爷想要做什么 干什么 我相信 他比我配合的更加好 王妃 本王不借勺药 他还有事情要做 你自己提出来的事 你就算跪着 也要自己走完 他去就去 但是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配合什么事情 就不要怪他了 那老身现在去收拾一下行李 马上离开宁王府 王爷 王妃已经离开了 王爷真的不担心 他会有危险吗 我要是李小姐 就不会今天自投罗网 你去跟着马车 问个小时候叫他回来 就说 本王不需要他冒险了 回来养老吧 勺药行李后便退出门 何叔回来时 他便开口说道 何叔 告诉灵少 让他跟着王妃 是 王爷 我能不能推着你脚脚 不用了 李小姐有话就说 王爷若是有喜欢的人 带回府上即可 西月明白男人会三七四妾的道理 宁凤卿笑了笑 却转动轮移走了 李西月一脸茫然 他这是什么意思 对他的这个做法 开心还是不开心 何叔匆匆赶过来 脸色带着焦急 爷 程西外面出事了 灵少来信说 他被人袭击 现在身受重伤 老太婆 待会我爹爹来了 我可有好戏看了 李小姐想要跟我打架吗 要打也是我爹爹跟你打 我打不过你 别把问题扯我谁上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爷 他们又在吵架了 李小姐要是不找麻烦 那都不是李小姐了 爷 你为什么不觉得 是王妃在闹事 她是王妃 本王选的人 觉得她哪哪都好 俏丽 若三春之逃 这桃花也太老了吧 宁丰青勾唇一笑 没有说话 宁丰青刚上桌 李小月就给她打汤 加菜 宁丰青却把碗里的食物 都给了她 宁丰青 你这是干什么 小王爷 真是没大没小的 本王只是想让你多吃点 她打起了感情牌 脸上的神态有了一些憋屈 明桥的火焰瞬间被打压了下去 瞪着她 然后把碗里的食物 都给吃了下去 王妃 我上会来贵客 你这样有失礼仪 如果真的是贵客 为什么不等人家来再开饭 明明就是死对头 什么狗屁贵客 门外有人进来通报 说是萧严来了 李希月眼里的金光出奇 严哥哥来了 王爷 老神总觉得有一天你会被滤掉的 无妨 本王能让他立马就慌 喜悦 你现在是宁王的妻子 不得无礼 萧公子应该没有用膳吧 一起吃个饭吧 萧严没有推托 从容的坐了下来 打量这名桥 宁王娶了八十岁的老太婆 他略有耳闻 现在一看 真的觉得是个狗血事件 你一直盯着老神看 老神还以为自己毁容了 王妃其实毁容或者不毁容 都一样好看 老神谢过萧公子夸奖 他今天来府上的目的 就是要见萧然 现在还没来得及问宁峰青人 什么时候来 却听到下人的通报 他们告知侯爷来了 这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爹爹 女儿想你了 李伯伯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看上王爷府上的丫鬟 想跟他讨个人 侯爷大驾光临 不知道有何事 我今天来 是看你行行的 王爷别忘了 在陛下面前 说过会惩罚这个老太婆的 王妃年事已高 就说三十大门吧 听到了吗 这个侯爷想要弄死我 能不能发个任务 让我收拾这个侯爷 宿主 你现在要刷明王的好感 你想想啊 你要是被打了 他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的 到时候你就张得柔柔一些 让他多心疼一些 好感多妥妥地就上来了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拿着八十岁的身体 去扛这三十大门吗 宿主 你要不这样吧 一个大门整理一个属性点 三十半就三十个属性了 你看成不成 我操 他打从心里接受了 因为也只能任人宰割 八十大门 只打三十大门 王爷 待会儿会不会看他身体沉守不住 连三十大门都打不完了 会 如果王爷 不打完这三十大门 那就按照原来的意思 打八十大门 一天十大门如何 侯爷是否太过残忍了 我残忍 事实是怎么样的 王爷兴之动明 我就不多说了 今日 这老太婆的债 我必须逃 这么听着 侯爷想要拿王爷出妻又不敢 全把气撒在老身这里来了 既然王爷的要求如此强烈 那也就只能委屈王妃了 既然这样 老身也只能替王爷受这个罚了 宁风卿把人安排了过来 因为上次有过被打的经历 明巧很自觉地趴在了凳子上 王爷 秋飞到了 有请 萧然没有来 倒是她来了 王爷 这是在处理家事呢 这不会 就是杀青楼姑娘的老太婆吧 娘娘怎么过来了 陛下说皇后娘娘前几日受了伤 不便出宫 让我来看看 明王到底有什么事情 还用飞鸽传书来传候皇后娘娘出宫 林云 是我让王爷 由皇后娘娘出来的 表哥 你想要见她 进宫便是了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啊 害得我们都误会了 王爷有什么涂抹不轨 皇后娘娘不甘不敬啊 秋飞刚说话 通经叫了一声 萧然生性柔弱 她会让着你 我可不会 你再胡说八道 下次我把你门牙都给打下来 你就直截了当地说说 你今天来的用意 这里是宁王府 我不想在这跟你横 秋林云知道萧嫣不喜欢她 但是她今天太过分了 总有一日 她一定会要回来 我今天来 是陛下让我带过来的 说是月禅寺之前有个愿望 一定要回到宁王府 我把她的人头带来给王妃了 王妃和月禅是主不关系 她既然有这个愿望 就送她一程 还是王爷有情有义 肯为月禅姑娘送这最后一程 那么请问娘娘 月禅是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夜里 哦 那就是已经死了两天了 娘娘可要当心了 这死人超过二十四小时 可会染上瘟疫的 秋飞轻轻一笑 没做回应 她觉得自己抢着要来 这个宁王府是来错了 明桥被人抬回房间的时候 可以说是奄奄一息 少妖就蹲在床前给她上药 苏珠 你要挺住了 千万要挺住 你 你这个该死的系统 我愿意用所有的好感 顾坏一瓶止痛药 你想得美 现在不能动的就是好感度和精力 其他都可以 竹子 你这个伤口 三天后就可以痊愈了 三天 王爷给你用的都是最珍贵的药材 百年难寻 王妃真有福气 这是什么狗屁福气啊 门外突然传来了声音 王妃都这把老骨头了 还没被打死 真让我觉得稀奇 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个正常人 有何贵干 王妃 把你的下人平退了 我们好好聊聊 老身不知道有什么能和秋飞娘娘谈的 老身跟你不熟 谈谈月蝉的下场 会不会成为你的下场 这几日我一直在想 你和月蝉是主仆 是不是想合谋一场 想要杀了陛下呢 少呀 你先下去忙 有事我叫你 前几日你去了宫里 听说救皇后娘娘的法子 是你出的 秋飞娘娘难道也病了不成 想要老身给你出个法子治病 王妃的嘴皮子功夫 我略有耳闻 今日得见 倒是传言不假 老太婆 跟你说句实话 我就是来会会你的 承蒙秋飞娘娘挂念了 老身真是三生有幸 挂念不敢说 就是来警告你 进了皇家以后 就要懂得皇家的规矩 什么该管 什么不该管 你知道吗 特别是皇后的事对吗 你既然有自知之明 那我也就不用多说了 还有件事是我想知道的 你那天到底给皇后娘娘吃了什么 让她第二天伤口就能愈合了 那是你一辈子都喝不起的药 你宁王府用得起的 我皇宫用不起 真是笑话 说出你制药的秘方吧 我以后不会为难你 我不会给你的 你走吧 不给我 要不要试试你拒绝我的后果 老生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就这么一条命 你拿去好了 我才不会要你的命 我要的是萧然的 恭送秋飞娘娘 秋飞也没有加强逼迫她 走的时候笑得别有声音 系统 来点能够止疼的呀 老子快要疼死了 止疼的 明桥气的想要踹人 她脚一动 踢到了原本放在床上的盒子 盒子啪啪啪的滚在地上 还好没有掉出来 不然可把她给吓死了 苏卓 你还不把人家吓葬 还踢人家 我又不是故意的 这个女人真恶心 你别以为她是来送人头的 我估计这盒子里面可能有东西 到底是不是冰符 那赶快拿出来给宁王啊 我只是猜一猜就不能确定 再说了 就算是有 我也不会将她拿出来 谁要谁拿 苏卓啊 不真心真意的对宁王好 是逼不了夜的 我练成神竹系统 还得她来成全吗 小话 苏卓 你是不是对神竹系统的任务 还没理解透彻呀 这好感度刷到一百 那就等于是宁王爱上的你呀 你说又没有关系 系统 你别闹 你让她喜欢你吧 哎 我怎么抬上一个不想谈恋爱的宿主呢 既然不想恋爱 做做任务恢复美貌吧 三次说给你三天时间找到冰符 三天就要到了 冰符在哪呢 自己总不能为了一点奖励 连人都不会做了 少妖 你进来 门被推开 少妖一双大眼睛 催溜溜的看着她 把那个盒子抱出去 问问王爷怎么处理 顺便提醒一下王爷 这里面可能有她想要的东西 宿主啊 你又何必受苦呢 用你的美貌换取你商力哪就好 难道不值得吗 我呸 我虽然认为你比宁风轻好 可是你和她终究还是一伙的 我才不会听从你的建议 我要尽快美貌如花 好感度什么的 她不稀罕 成神她也不稀罕了 她要变好看而已 她就差那么几次任务了 怎么可能又在此浪费 那好吧 系统实在心疼宿主 如果你能勉强用神炖锅做个饭的话 还是能够吃通的 可以啊 正好可以趁机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宁王妃过得很委屈 引起同情 让宁风轻不好再欺负她 我谢谢你的提示了 王妃 你想去哪里奴婢带你过去 不用了 你去忙你的 我有手有脚 自己能走 可是你的屁股疼啊 嘿嘿 忙你的去 丫鬟立马就灰溜溜的走了 免得被打 中途遇到了一个想要她命的人 彩虹抱着一束牡丹 斜眼看着她 伸出脚来想要把她给绊倒 她出手的时候 给了她响亮的一巴掌 彩虹这个时候终于怂了一脸的骄傲 打得好 明乔连棍子都给扔了 能打得不好吗 你帮老神把棍子拿起来 何叔没有想到 他居然指使得这么顺了 他愣住的同时 彩虹跑了 黄妃 这是要去哪儿啊 老神想喝点冬瓜汤 就想去做一份 老太婆 你可别跟我说 你现在是认真的 废话 老神向来说话算话 我真的肚子饿 你还是回房间去吧 我让人去给你做 不用了 别人做的哪有自己做的好吃啊 你不用管我 伺候王爷去吧 黄妃 今天秋飞是冲着你来的 我不知道 你和他有什么仇 请不要连累王爷 算是我拜托你了 老神觉得 你应该去求你家王爷 老神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今天请得动这么多的客人 王爷还有闲心在这里看书呢 本来打算去看王妃的 下人说 王妃并不在屋里 本王行动不便 追不上王妃 只能在这里等你回来 冰桥呵呵一声 他倒是解释的非常的生动形象 他又不是十八岁的女孩子 会相信他的鬼话 王妃 你的伤怎么好了 老神服了神药 所以好了 王妃莫非 是从九重天来的 喜致和别人不一样 还带了很多宝贝 差不多吧 反正是天外飞仙 王爷去不到的地方 还没有本王去不了的地方 你上天给老神看看 宁凤卿听住了 他这是在德里不饶人 也是在气他 这三十大板 还不够给王妃挠养的呢 明天要不要把八十大板 都给你补完 小人 本王的体格 虽然不如壮汉 但比起王妃来 还是要大了一些 不知道谁想 冰桥生了一口闷气 怎么办 气不到宁凤卿 他今晚可能会睡不着 爷 这老婆子 为不为是妖怪 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不许吧 老神跟你们又不是一个国家的 自然体质就不一样 你要是喝了我华国的水 想不成神都难 王爷可还记得 你胃痛的时候 老神给你吃了一片白色的药 是不是药到病除啊 王妃是十岁离家出走 这药保存了七十年 那药 中国只有一颗 被老神偷了出来 放在身上都没有离开过 都不知道沾了老神 多少的污秽和汗水 你这个老太婆 竟然敢戏弄王爷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